日本经营之神道圣和夫史诗,享年90岁 虽然私人已去,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启发却越读越深 纪献林曾说,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 既是个企业家又是个哲学家 一身兼二职的,简直是富毛麟角 有之则道圣和夫先生诗 他究竟是什么人,又有怎样的魅力 能让中国著名学者纪献林如此盛赞 道圣和夫出生在战乱年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绝对不会抱怨 放弃 反而以一颗感恩千倍的心去为公司服务 道圣和夫曾在书中写道 暴力他之心 行力他之势 命运自然会好转 正是相信因果报应一说 让他在低谷企业踏踏实实地走了出来 道圣和夫在27岁时创立了经词 52岁创立了KDDI 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 1997年 道圣和夫查出胃癌 他不得不停止工作进行手术 手术过后 长期对中国文学和佛学文化感兴趣的他 决定专心钻研 在公司发展全盛时期退出 捐出了自己的股份 皈依佛门 2010年 日本航空申请破产保护 对交通航空业毫无了解的道圣和夫出山 临危受命 他用五个方法拯救了日航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仅让日航有亏为盈 重新上市 还创造了日航历史上空前的 1884亿日元利润 是当时全日空利润的三倍 而其中制胜的第一法宝 就是道圣和夫要求零工资 他说 我已经快80岁了 不留一分工资 是为日本航空公司的重建 贡献最后一份力量 他用自身做榜样 给了全体员工巨大的精神支持 带领了他们进行重建事业 很多企业家都在学习道圣和夫 但很难成为他 是因为他们只学会了利他 把道圣和夫关于企业家的践行之道 用在了约束别人身上 却没有看到他日夜抱着产品睡觉 一切为客户服务的奉献精神 道圣和夫之所以无法替代 为人缅怀 就在于他内心的认识 格局和胸怀 如今时代发展迅速 道圣和夫的很多方法看起来简单朴素 而过于理想 但其中蕴含的踏实努力 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真谛 道圣和夫先生一路走好